欢迎来到2023 我们熬过了2022 年尾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 数算恩典 年终的检讨习惯 看看自己过去一年 做了什么事情 第二年还有什么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 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万万税的国家 通货膨胀 40年以来的新高 边境崩溃 司法崩溃 大城市在燃烧当中 道德不分的一年 请问我们的政府 拿着我们纳税金 做了什么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 美国已经送给了乌克兰 超过180亿的军事援助 这个是最蠢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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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报告会告诉你 没有最蠢 只有更蠢 AI News 2023年 也会有崭新的服务 特别是给我们的会员们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节目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我们的国家有多腐败 还有2023年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的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从来就没有跟这个 Google 或者是YouTube的广告上面 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 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的企业 来埋运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而且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各位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讲我们的重大的会员服务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呃...这个算是新闻吧 每年年终的时候呢 检讨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美国也不例外 参议员Ren Paul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参议员 他还有John Kennedy 都是我认为非常... 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看那个Ren Paul 抢那个Dr. Fauci 还有Kennedy 抢那个Katon G. Jackson 那个影片 真的是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讽刺 Ren Paul在参议院 有很多的影片出来 就是抢那个Mitch McConnell 抢FBI的这个检察长 抢Bernie Sanders 他上个星期在国会 做了2022的年度检讨 他说有将近 Half of a trillion 就是将近5000亿左右 真正的数字是4820亿 是我们政府 showered ridiculously with our tax dollar 怎么翻译 就是九池肉铃的乱用我们的纳税金 使用在很蠢的东西上面 然后这个是你 呃...我 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美国人 在承受40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7块钱的油价 OK 有些州是5块美金的油价 12颗鸡蛋8块钱 我们现在全面进入这个经济萎缩的情况下 外加上美国目前的国债是31 trillion dollar OK 里面的报告 Renthal发现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家科学基金 花了12万来实验 听好了哦 曼威2018年的电影 复仇者联盟里面的坏人 Thanos 萨诺斯 戴着纯金属做的无线手套 外加上6颗无线宝石的话 是不是可以真的打响指 Snap 就是各位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 应该就知道 而且促成整个宇宙一半以上的生物消失 这不是在开玩笑哦 这个是在Georgia Tech 乔治亚理工学院进行的实验 所有的费用由联邦政府支出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不需要花任何钱 应该就知道 那个是个卡通的这个漫画 是个电影 不是真的 你给我12块美金 我就可以帮你回答了 然后他们要花12万来去做实验 做一个真的Infinity Godlet 那个无线手套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还发现了 我们花了17亿美金 来去维持空的 没有使用的联邦建筑物 还有花了20万 来买星巴克的咖啡机 不是不是是Expresso Machine 浓缩咖啡机 给我们的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要那么多咖啡机 那我在这边就先不要继续讲了 我们来听听看Ren Paul在国会的报告 You would think that a looming recession spurred largely by exorbitant government spending would give this Congress pause but instead of taking a minute to consider what a responsible federal government budget looks like we are instead placed behind the barrel of a gun forcing us to choose between letting government expire or blindly passing the $1.7 trillion spending package that not only does not balance but in fact spends over 10% more than last year how does Congress spend taxpayers' money how does Congress spend taxpayers' money well here's just a few examples of how your government currently spends money we found that they spent last year 2.3 million dollars injecting beagles with cocaine 他没有在开玩笑 是的 我们的政府花了230万 把骨科茧打到狗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NIH做的事情 NIH就是Dr.Falchi的那个部门 那我想问的就是 这些动物保育人士呢 那怎么没有去抗议 原因是因为 他们相信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他们全部都是左派的 他们全部都是邪恶的 狗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吸毒 结果被我们这些变态政府 就是要把毒品打到狗的身上 为了要实验 骨科茧是不是有害的 我们直接看人不就好了吗 打骨科茧 吸食骨科茧的人 还很少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It seems that they were curious their researchers were curious despite the pain they inflicted on these dogs they were curious to know if cocaine causes adverse effects Guess what read the newspaper read the news look at the addicts across our country you think you need to inject beagles with cocaine to know that cocaine's a bad deal $700,000 was spent to study how male parents attract their mate really we've got people who go hungry in our country we've got people that are trying to get out from behind poverty and we're spending$700,000 studying how male parents attract a female 就是 就是这些研究 都是为了什么 会对于就是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帮助 会让油价降下来 会治疗癌症 会降低通货膨胀 会提高生育率 会让我们的科技提升 避免被中国超过会提升我的GDP 研究这些东西到底能干嘛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研究的 不是吗 例如像说如何让半生不随的人 可以起来走路 医治小儿麻痹的人 或者是肤浅一点 如何让男生不要秃头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的矮子可以长高 如何健康的减肥 然后不用这么累之类的 我觉得都比现在这些政府拨款的研究有意义 结果我们的政府在研究就是 单亲家庭的父亲是怎么把妹的 啊 what in this one we spent $187,000 to study whether or not dogs help kids cope 没错都是一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研究 不知道研究出来之后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有这个样子的科学报告出来之后有什么用 但是很多的人不了解的是 很多这些东西是这些政客会去投资的 很多政客会透过这些政府研究项目 拿到很多钱 透过这个方式来榨取纳税人的税金 或是让他的朋友或是家人拿到这些钱 让他们那些没有什么用的朋友跟家人有工作 就像在纽约州的这个市长 Eric Adam 他让他的哥哥还是弟弟 就是brothers 原本他的这个哥哥或弟弟的这个工作是在停车场的一个趴车小弟 摇身一变变成了纽约的 Deputy Commissioner 纽约警局的检查总长 每年的薪水是24万2000 我们看到这种官商勾结 鸡犬升天的东西到处都是 所以说这不只是政府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已 来做一些很没有用的研究 或者是建设项目 这些东西是有绝对的利益在里面的 而且这些都是政府的人 不管是那什么大公司 还是个人 还是政府的税客 例如像说这边的 美国这边的制药业 农业那些大公司的产业 花在他们身上的每一笔税金 基本上都是纯粹在洗钱自肥而已 所以很多的人会认为说 美国会怎么这么蠢 美国政府怎么这么笨 浪费税金 那其实不是的 每一笔政府的开支 全部都是在洗钱 全部都是官商勾结 就算是正职的 也有一部分是在拿来在官商勾结的 不只是美国政府 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蠢事只是因为他们 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随便搞出来一个东西而已 然后就浪费纳税人的钱 最后Ran Paul讲到了一个 一开始提到的这个萨诺斯的无限手法 所以这个政府是充满着腐败 而且这不是去年才有而已 我记得欧巴马那个时候 就出来一堆数据 花了40亿 去调查说 为什么LGBT的人会得忧郁症 为什么他们自杀率会这么高 不只是美国 为什么全世界的LGBT的人都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直接的答案 一毛钱都不用花 总之就是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政府是最差劲的投资者 政府都是无能的无耻的盗贼 掌权者不在乎你也不在乎我 他们不在乎我们的宪法 甚至不在乎基本的美德 这不是什么左派跟右派的议题 左派的政策绝对都是错的 右派的政策也常常都是错的 我们的观众常常会对于一件事情 太过于投入 例如像说什么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如果批评乌克兰的话 就代表我们支持俄罗斯 如果我们批评俄罗斯的话 就代表我们是支持乌克兰 No 我们不需要完全的服从 我们不需要完全的认同 或是同意任何的东西 我很爱美国 我很爱我们的宪法 美国还是这个世界上 最自由最公平最有道德的国家 我们把这些现在的议程 例如像说什么变装皇后 同婚堕胎这东西讲出来 不是在说我们在说中国共产党好 或是共产主义好 我们做这一切 我们宣传这一切 是为了我们美国 不要变得跟中国大陆一样 或者是台湾一样 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控制人民 疫情可以叫那些大白 把所有的人民关在家里 冲进别人的家里偷东西 把人无缘无故的抓起来 关到防疫舱里面 或者是跟台湾一样 可以用手机定位所有的公民 让人民彼此仇恨 健身教练凌晨四点 逼别人在工地戴口罩 还被全民夸赞 美国不想要变成那个样子的国家 跟政府的制度 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价值观的国家 还有社会 这个就是我们AI News 要从2023年开始做的事情 现在很多基督徒 很多保守派 认为自己是在孤军奋战的 甚至在我们的评论区 甚至在我们AI News的 Telegram的聊天室里面 基本上不太敢说话 不太敢发言 我知道 因为在Telegram上面 有着一堆诈骗集团 还有阴谋论的人 并不是只要订阅我们 有看我们节目的人 就跟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跟翻转世代的目标跟决心 但是有没有相同的价值观 其实是可以衡量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会员 你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事工上面付出 真的支持的人 不管这个你给的金额是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2023年 AI News要有一个全新的服务 就是建造一个Discord的社群 现在不管你是在Coffee上面 还是在我们网站 loveainews.com上面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会员 只要是会员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 是跟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跟目标的 所以各位可以在上面 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真正如果有灾难 有战争 或是社会动荡发生的时候 可以互相帮忙的 到了里面 除了会员限定的大厅以外 进入的时候 请传讯息给我 或是Felicia 或是Persilla 告诉我们你居住的地方 是美国哪个州 或是哪个国家 我们会把你分配到那个地方去 让你可以认识你当地 其他保守派的基督徒 有着同样的价值观 而且为了翻转这个世代 一起奋斗的占有 里面不会有那些 只想要宣传阴谋论的新闻的人 也不会有那些什么 只想要promote自己的那种人 也不会有那种 只想要在聊天室里面 找价炒理论的人 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的会员 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人 因为 他们有付钱 有付出 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 告诉我们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可能是只有五块钱一个月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想要付出 还是只是想要来聊天室里面 乱而已 会员里面还会有其他的服务 例如像说 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群组 重建男子气概的男生群 如何在自己家里后院 种菜养鸡养兔子 避免末日来的时候 受应征的来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吃后院的东西 还有佛理想读圣经的群组 最重要的是同工建造 我们如果想要服饰 想要翻转这个时代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装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在里面要深度的探讨十戒 还有每一条十戒背后的意义 简单的说就是 如何使用十戒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也同时在找义工 在很多教会都不知道自己的 合场在哪里的时候 还要开个步道会来问说 教会如何寻找宣教的合场 的时代 我们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 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在准备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帮忙 成为AI News的义工 成为我们的义工 会需要写文章在loveainews.com上面投稿 经过审核之后 我们就会把很多些重要的 有意义的文章 分享上去给大家 让大家也可以去分享 我们也要有更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有志向有报复 跟我们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Discord 有点复杂 比较难懂 我自己也在学习当中 但是我们2023年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社群出来 让基督徒保守派不再觉得孤单 不再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 而且不再认为自己面对这个社会的悖逆 只能逆来顺受 只能承受打压 目前我们已经有80几位会员跟我们站在一起 数量不多 但是会越来越多 而且会越来越强壮 这个社群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也会有专门成立出来这个选举的义工团 让我们可以更有方向更有力量的 来赢得下一个选举 所以已经在支持我们的会员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参与 AI News将不只是一个 只在YouTube上面做节目的事工 我们可以建造一个社群 一个生态环境 聚集保守派基督徒的力量 那还没有加入我们会员的人 可以透过Coffee 或者是loveainews.com来参加 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跟你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